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POP Radio 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何荣 请大家锁定POP 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陶竹苗FM90.7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 透过我们的APP来收听 或者是看我们的YT YouTube的直播看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官方频道 917 POP Radio 917 POP Radio 好今天我们邀请来一位 非常特别的来宾 他要来分享 因为其实我觉得 看完他的故事 真的觉得人生永远 不要说太晚了 太晚了 因为It's never too late 他人生是非常精彩的 现在欢迎这位来宾 中山大学社会创新研究所 目前还在就读 而且他已经是 非常知名的旅游记者 因为以前他就是一位媒体人 黄小默 小默好 嗨 何荣大哥好 好高兴来到这里 小默其实还跟我有点渊源 因为我们都是以前在年代新闻的同事 不过因为我离开以后你就进去 对 小菜鸟 这正好是交接这样子 对啊 超菜 但是小默的本名叫做黄嘉玲 嗯 可是你现在走跳江湖都用黄小默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们有同名同姓的男记者 然后他都是社会线 但我就是社会线没跑过 所以常会有人 我粉砖常会收到说 黄记者你好 你那个新闻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我有什么要告诉你 跟我爆料这样 同名同姓完全没差 一个字都不差的 对一样 但他是男生 然后就常常有人要找我粉砖爆料 不是哦 我没有我在做旅游的 不过小默 你的这个职业的转换 我觉得好特别 然后我看到你的故事 我觉得第一个看完以后的感觉 其实是你很勇敢 因为我觉得你很勇敢去尝试 跟跳脱 原本就我们常听到的舒适圈 其实你工作做得好好的 你原本是做媒体 就是一开始你大学毕业后 就进到媒体 对对对 然后就有新闻记者的理想啊 这些的 然后也大概做了十年的 在大众媒体里面做记者 那后来 呃去就是十年里面 包括在报社做旅游记者 可是当时媒体已经 大众媒体渐渐比较走下坡 然后你需要做很多 跟业务相关的合作 所以就觉得说 哦可能没有 当下没有那么适合我 可是殊不知现在做KOL 都需要业务上的合作这样 所以那段经验是宝贵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才会知道 怎么跟人家提案啊 然后对 然后怎么样去符合彼此的需求 这样之类 那呃离开之后其实 呃因为我其实 呃就是很喜欢海洋 然后跟相关就希望可以推广一些海洋保育等等 所以那时候就freelancer 然后在跟不同的媒体合作 包括经典杂志啊 这一些的 就接案写文章 对对对 就超狂接案 因为太怕饿死了 呵呵呵 这个很实际啊 对就是 然后也在高 之前也在高铁杂志上面写文章 然后那些就是纯旅游 那另外 接了案子之余其他的这些时间 包括自己去学潜水啊 然后去一些比较辛苦的潜点 因为我们记者不是都说要到那个现场吗 所以当我是一个海洋旅游记者的时候 我的现场就是在海里 可是其实我是一个怕海 很空海的人 就是真的啊 对因为记者都很焦虑啊 所以当我第一次去体验潜水水淹过我的头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快紧张死了 等一下 你跟潜水要有执照啊 对对对对 你得先去学跟考到执照 第一次体验的时候不用 哦 体验潜水的时候不用 所以我那时候体验的时候就像你去体验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太恐怖了 可是因为我要完成旅游记者的工作 记者就是这样冒险犯难 对没办法 你就得要硬着头皮 台风天的时候在那个淹到那个水深及腰的时候 对 旁边没注意到原来是一根电线杆 哈哈哈哈 而且我其实超爱台风天出差耶 对对对 那为什么 你知道被吹的那种 对 头发那种 披头散发这样子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台风天 河里出游 只有记者 对这是记者的特权 对 所以你就体验的时候 你才知道害怕是不是 对没有 我就会两三天前就打包好那个行李 放在公司然后等待我是小菜鸟嘛 就等待着长官来呼喊说 诶有没有人要去出台风 我马上就出去了 就是要先含蓄一下 阿资深们不是都不想去吗 因为从早上连到晚上 然后我就会默默说 喔有有有 我有收好东西 我可以去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对对对 但其实就很想要去看看 所以想要乱跑的那个心情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不管是在 你真的是有这种当记者的特质 哈哈 爱乱跑吗 对 对然后 所以像不管是念书啊 然后或是当旅游记者 那后来他去念书也是不得已 因为那时候就2020疫情了 等一下 你刚刚讲说 因为你去浮潜 对 然后你第一次去体验 对 你是带着一个期待 但是又惶恐的心情 你说体验潜水的时候吗 对 然后可是 那你下去之后呢 但是下去之后就惊为天人 就惊呆 因为 呃 当下很害怕 然后很害怕水流进来 可是当我看到海里的世界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次我记 我没有人都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只是一个 后来我都觉得不怎么样的生物 但很简单 他就是 呃 他叫管虫 嗯 然后像是 他有点像 呃 他是动物 然后你用手 这样轻轻的水流流过他身体的时候 他就会吓到 然后收起来 很像寒羞草 很像寒羞草 水里的寒羞草 对 可是寒羞草是微微的收起来 嗯 但他很快就收起来 哦 然后哇 原来海里的动物世界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我当下就 忘记的害怕这件事 嗯 然后那已经是2013年了 所以 刚好十年前 所以 起来之后 我就 因为那时候其实旅游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 海洋的旅游 大家 顶多就是 做做海鲜 吃海鲜 然后是一般的海边的休闲 的活动 对 比较 尤其在十年前 更少在介绍潜水这件事 所以我那时候 我在想说用媒体的 呃 在媒体工作的资源 就报导台湾 可以潜水的地方 包括北部啊 南部 还有里岛 嗯 然后把这些 台湾美丽的海洋一面 介绍给大家 然后也是这样就 绕岛 越绕 就发现 诶 其实就像 齐柏林大哥 他们这样 就是不只看到海洋 或台湾美丽的一面 也看到 呃海洋可能正在 不管是气候变迁啊 或是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 嗯 所以后来 就包括做了一些海洋保育相关的事情 你刚刚想说2013 你接触到海洋 嗯 真的是太忙了 现在已经2024了 对啊 11年了啦 哦 11年了 对对对 没有 我是隔年考了证照 2024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接 接案 写文章 写这些旅游文章 然后 可是我看到 嗯 你后来是遇到疫情 你就 必须 因着怀情改变 就没 没得赚钱啦 那怎么办 因为 你接外稿的时候 你就要狂接外稿 然后疫情 机上杂志也没有 高铁也不开了 谁要 哪都不能去 对 然后就没事 就想说那念个书好了 殊不知念书也念成这样 那为什么选择在中山 那边念这个 因为我 嗯 就是在很喜欢这些海洋的时候 然后包括到各个离岛 采访比较长的时间 那在2018年底左右 有一个因缘 就去学潜水 然后就搬到小琉球去住 对 那其实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记者 大家都说小石部读书 长大当记者 但其实当记者真的很辛苦耶 因为你没有认真写报导 都会被长官骂 所以我其实从 我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就会在各个大学里面去旁听 例如说 我刚接触海洋的报导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珊瑚 或是什么 我就会去海洋系所旁听 那所以 好有学习力哦 可是就是不想要被骂笨 但算很笨啦 但是 就是有一些记者就是 他不懂 他也不会想去学 哦 好像有这样 对 但是 因为就 哦 因为你的受访者 他 当然不预期你是专业背景 可是当你连跟他谈话都不行的时候 尤其当时 我在做海洋相关的报导的时候 那些老师们是超级怕记者 他们觉得记者会断章取义啊 这些 然后我永远都敲不到受访者 对 尤其我又是个旅游记者 所以他们就想说 就是你这么不专业的人 我跟你讲话 他会很怕被我断章取义 而且怕说记者会问一些很蠢的问题 对 然后他们可能 他认真回答 我可能也写不出他认真回答的东西 所以你才回学校去进修 对 嗯 没有 之前都会旁听 然后旁听到就是 好用功哦 很 因为像有些大佬籍的海洋大佬籍的老师 真的不好 他不太愿意接触记者 嗯 然后我曾经在一些大佬的课堂上 就是打瞌睡打了一个学期 哈哈哈 跟老师证明说我真的很想学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学认识珊瑚 要学微积分 可是我有个问题 你刚刚有在讲到说 你很喜欢海洋 为什么 嗯 哦 那个时候 那边有什么渊源吗 其实一开始接触旅游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旅游记者这个工作是 人人羡慕的啊 嗯 媒体里的爽缺 嗯 多好啊 可是因为就包括从试声音出来之后 有很多试声音的老师 我们毕业之后还是都有联络 然后老师就会除了说 你有新闻的理想之外 你要想说你这个工作可以有什么意义 嗯 那旅游记者的工作 对 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以前很好啊 30岁不到就可以坐阿联酋的商务舱 好好哦 对 然后还有那个宾室来家里接 然后坐阿联酋商务舱 然后三天的帆船 帆船饭店 而且是两层楼 对啊 帆船饭店两层楼 你看里面奔跑耶 很多人都想体验 可能一辈子还不一定有一次 对啊 然后 重点是你的薪水根本 付不起这样的资源 所以很多人曾经都梦想 当一个旅游记者 可是当然现在环境不一样了 那以前不一样 我那个时代就已经 相对媒体资源慢慢 案子越来越少 对对对 然后资源相对比较 呃 能做的人越来越多这样 那 所以就在这过程中会思考说 到底做什么样的报道 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嗯 所以才开始接触 所谓的生态旅游 那接触生态旅游之后就发现 诶 其实陆地上的生态很多人做 但海里的生态相对 比较少人去介绍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在媒体里的时候 就选择 那不然我来做海的 相关的这样 那反正就越做也越 因为就没人做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就想要做 对 我那时候在年代的时候也是跑艺文 嗯 哈哈哈 你的处角真的延伸的蛮广的 那我一开始就是做艺文啊 所以我才会接触很多的梦想家 那些艺术家 嗯 才会就这么不正常 哈哈哈 听得出来你是一个 很有创意 就是也自己很多想法 嗯 对但是 然后就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得很精彩 可是会一直摸索跟创 呃冲击啦 例如说在主流媒体里 包括我们以前在主流媒体里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 诶 艺文线是不是 你可能发展以后会比较 比较受限 对比较受限 对 那可是当下我就觉得我好像 还比较没有办法跑一些娱乐之类的 但是后来发现说现在做的做着 竟然也做出了一条路出来啦 对 所以等下回来我们要继续来 请教小莫 但是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些准备 我觉得 大家只看到你现在很光鲜的一面 可是不知道你其实很努力的在后面 做了一些用功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OP大国民 我们今天邀请到黄小莫 他是一位知名的旅游记者 那现在也是在研究所念书 现在是这个攻读硕士班 不过这个也是无心插流流 承认的这个一个结果 那你就说因为在疫情碰到疫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之前 有这么多的工作或是不能出国了 那就想说那在台湾可以干嘛 所以就那去念书 那为什么会是中山大学 因为其实我家住台北 那那时候 去高雄念书 对 然后就从来没想过 对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没没有想过中山 这个学校 但因为我那时候 呃在小琉球住了一段时间 哦 我在小琉球住的时候 对我在小琉球住的时候 其实也还是在写海洋相关的报道 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去哪里补充我的海洋知识 虽然我们去海里都可以学习到很多 然后教练们也有很多很丰富的知识 可是研究上的 它是会更更更进一步 更新的知识 你可以知道 嗯 所以离小琉球最近的就是高雄的中山大学 而且中山大学有非常完整的海洋科学院啊 这一些的 那但我那时候是先去中山也是旁厅 嗯 所以那时候是去旁丁海海岸管理相关的课程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海岸要怎么管理之类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从小琉球骑着机车 因为我不会开车 我就骑着机车 然后把机车骑上渡轮 然后骑过渡轮之后 再从东港骑着机车到西子湾上学旁厅 对 那时候才两年前而已哦 还是一样老的时候 可是我刚刚一开始在介绍你的时候 我说人生永远不要觉得太晚了 是因为从你的选择当中 可以看到说确实印证了这句话 因为你是先工作 然后你后来又辞职 就是对 那时候因为报社嘛 后来就离开了报社 但我还是持续在工作着 还是 就freelancer 你还是在自己就是谋生嘛 对对对 只是说你为什么后来考研究所之后 你还是当交换生 然后让你自己有到碑基 嗯 跟到南非的机会 对就是在南非 呃 其实应该是说 我有听你的访问 你也有一些留学梦 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 海外留学梦 对 可是 你实现了我还没有实现 哈哈哈 可以考虑一下哦 国立大学都有很多交换学生的资源 听完你今天的看我有没有这个勇气 对对对 不会不会很简单的 呃 没有很简单的就是你英文很好 你怎么做 其实我那时候要去 呃因为我们我是社中山大学社会创新研究所 嗯 它是呃中山的第一届 哦 那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机缘 我其实一直有想要念研究所 但没有确定想要念什么 中间也有考过研究所 可是我就说我太怕饿死了 我就很怕去念书 然后顾不了工作 就收入会不稳定 对对对 因为疫情你才会去中山那边 对就是因为疫情我出不了门 然后不能干嘛 所以我就回去念书 那呃会选这个系所 也是当时的认识 就是旁听的时候那个老师 然后我就请教他说 诶那这个锁好不好玩 对 他就说嗯应该蛮好玩的啊 然后我说哦好 然后我没有问说这锁在干嘛 我问说这锁好不好玩 所以你就进去念了 对就去念 然后因为社会创新其实是 又是想要用创新的方式 解决社会问题嘛 其实跟我们 不管媒体在做的 或是我平常关心的事情 也是类似 所以就觉得 诶还蛮如鱼得水的 你怎么找到这种交换学生的 对所以我在 资源 老师真的是遇到好的老师 真的带你上天堂 那时候我要报考之前 老师就说 呃你你有要什么交换学生 或是奖学金这些 你有需要吗 嗯 我说对因为我又没有 疫情没有办法再工作 当下疫情没有工作嘛 然后也想要 诶交换生好像可以想一想哦 对 然后我就说哦老师好啊 可以想一想 因为他学费会比较便宜吗 还是 对除了我们那个系所没有差别 OK 就我们那个系所在职生 跟一般生没有差别 但是老师就说 如果你有就是想要出国交换 或是有些奖学金的需求的话 你就要用一般生的身份进入 你才能够 之后才有办法申请这一些 不然如果你是在职生 他就会预设你有工作 嗯 然后你可能没办法做这些交换等等 所以你就必须要跟一般生去竞争了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 呃对 但因为我们比较老 就比较多的经验 你去念硕士 就是念研究所 应该是比其他同学都要年纪大的 资深的 但还好我是第二资深 资深而已 对但是老师的这个提醒很重要 因为这表示我在入学前 就有这样的规划 嗯 我之前就有做了一个表 其实就是我在入学前 就已经确定规划好说 嗯应该说确认 我有想要交换学生这件事 所以入学前一年 考试的时候就是用一般生 那确定有考上之后 我就知道我英文很差啊 那要做哪些准备 对 加强语文能力 对然后又当下 你知道疫情又没有工作 所以就想说有什么免费的资源 可以学习英文 所以网路上就有很多那些什么 零元挑战啊 或是两个月 你密集每天都去上课 他就会退你学费的那一种 我懂 都去试哦 对 因为我以前有常常缴学费 然后你知道缴学费 就很像买书买心安 就缴了就想说 讲这句话很多人都中 你知道吗 缴学费就是 丢到台里 对啊 我缴过非常多补习班的学费 我中间也去托福那些都上过课 可是就是你就没有动力 嗯 然后所以去上了那个零元的时候 就会有动力 所以说动机很重要 对 然后你缴了之后就发现 诶 钱可以拿回来的当下 你就哦 那我就会很认真的 那当然前面两年 你还要顾学业 所以真的还蛮认真在学校念书 然后 学业顾好 因为我们就要看交换 中山大学的交换学生 他有一些规则 在校成绩也要注意 对在校成绩排名 然后跟你的英文成绩 然后包括你的 呃经历啊等等 那因为我们比较资深 所以经历的话就还好 比较好准备 嗯 所以 包括在学校里把课业顾好 然后 把英文准备好 差不多就到 受恶的时候 就可以准备一些申请 所以你后来就 取得这个交换学生的资格 对对对 然后其实 而且中山非常棒的事情是 他只有 嗯 他只有看 他有些只看多益 因为大多数 国立学校的交换学生 他可能需要托福 或雅思 然后他要准备 听说读写 那一开始的 哈哈哈 有看到 合荣哥的白眼 我也是一样 OK 你一开始要听说读写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有考多益 嗯 那 考多益 而且我第一次还没考过 因为我们基本要六百 然后我 只考了五百多 你们就知道我英文有多差 所以英文再差的人都可以就是努力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完成自己的留学梦 对对对 然后 呃 交换学生的好处是你不用缴对方的学费 因为他是我们学校的交换校 然后像我觉得现在国立大学真的有很多资源 像交 我后来才知道 诶 交换生他还没有学位 嗯 我们现在很流行双联学位的意思就是 你一样在台湾念一年硕士 然后你可能再到国外 合作的姐妹校念一年的硕士 然后你的论文 这本论文就可以拿到这两个学校 两校一起的 的硕士学位 所以你会同时拿到这两个学校的 对 对 OK 超级划算 对 我的老师都说我把学校当成 这只有交换学生才有这样子 嗯 交换学生没有 他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双联学位 双联学位 就是两个两边的大学合作 OK 那像中山大学的管理学院有非常多这样 跟国外大学合作的 嗯 所以像我的学妹有的就有拿到法国的 商学院的硕士学位 但他 只是一样 对对对 管理学院常常会有 对对对 所以 你就觉得哇 原来 就是 因为如果要自己考托福 感觉好辛苦 所以当时候就是先考了多艺 然后也很幸运的 考了两三次之后 中 考过600分 有那个可以选择的标准了 那 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很挣扎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 就是我比较值深 然后我好像又有一些可以工作的能力 所以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 这样子抢了年轻学生们的资源 在过程中自己其实心里会很挣扎 嗯 但是我后来就有跟我其他的老师聊天 然后老师们就说 还好 因为你资源就在那边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孩子们 他们不一定会去争取这些资源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啦 对 或是怎么争取 嗯 然后像 我这么努力的争取了之后 那是你争取来的啊 对 就是老师就说 然后 所以老师就说 诶 这样子也可以鼓励到其他人一起去 呃 像我现在在南非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奖学金 那那个是 国际一个教学联盟的奖学 所以现在是去南非那边要是去念书 还是 对对 南非也是念书 然后我去南非的选择只是因为我想要去非洲 哈哈哈没去过非洲 你选南非是因为想去看看非洲 对因为我们 呃我前面在挪威经济学院交换嘛 然后 在挪威经济学院的时候很幸运的中山有一个 呃人才的赔利的奖助金 所以我除了在学校交换之余 我还去了北极做了两三场的交流 那是因为挪威的这个关系 那是因为中山大学另外的奖学金 OK 那给了非常高昂的奖学金 去做这些社会实践 在当地可以做这些交流等等 然后 所以 呃除了 但是 就是挪威这有一个 那另外就 中山大学也有跟 呃国际一个叫做欧森的教育联盟合作 那他是金融巨二所罗斯成立的 哦 对 然后所以我就 又为了要申请这个 我后来就还是去考了雅思 嗯 然后考完之后就可以申请这奖学金 然后到非洲 那我会想要去南非的原因是 呃 像我们在台湾 可能很常看事情是台湾的观点 嗯 那我们在欧洲 呃他会有看欧 欧洲看事情的观点 尤其现在减碳啊 永续等等 对 那我就会很好奇 那非洲到底是怎么样看 呃他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想说 哦那去南非看看 很少人会想到说 如果要出国的话 嗯 大概都会想欧洲啦 对啊 哦 或者说大概美洲 嗯 但我去过啦 我去过农威 那我去过欧洲啦 所以你现在已经去非洲 非洲的话是2024年的上半年 2024年的上半年 所以就是今年的上半年要去 对对对对 OK 你期待从非洲那边可以看到什么呢 嗯 啊 我没有期待 我没有先预设一些 就是可能想要学的东西 或者说 哦 其实他们有 因为我那时候会 除了那个之外 他们有永续旅游相关的课程 嗯 但是因为我挪威太精彩了 所以我就不要放太高的期待值 我避免失望 然后再讲挪威的 那个是多精彩 超精彩啊 就除了这个在北极潜水 对啊 然后 你可以看到梦想的金屯这一些事情 好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这个 挪威还有哪些精彩之处 马上回来 好今天节目邀请到黄小默啊 这个是他这个走跳江湖的 艺名 哈哈哈 王嘉玲是本名哦 他现在是旅游记者 因为这个到处走到处看到处写 然后呢 也是研究生 所以呢 也刚还没讲完到挪威哦 就是挪威啊 丹麦 还有包括像瑞典这些北欧国家 其实都很多人 一生当中都想说向往至少去一次 回去看看的 嗯 你你也是就是因为呃 当时没去过嘛 嗯 没有 所以就想要去看看 嗯 那挪威看到什么 没有那时候会去挪威 纯粹只是因为我刚不说英文多一考六百分吗 勉强可以选的几间学校 然后我就把那几间学校放在Google map上 OK 然后看哪一间学校离海最近 哈哈哈 还是回到那个喜欢海洋 对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很核心的状态就是 不管是喜欢海洋 或是永续旅游这些事情 那 所以后来就去了 呃挪威经济学院这样子 嗯 而且挪威其实 英文也不用太那个 哦 他们英文很好 真的吗 哦 对对对 但虽然他们都会讲挪威文 但因为他们都英文很好 所以 英文沟通没有问题 而且他们的所有的介面 就会有英文跟挪威文 嗯 那其实我在 我相信我跟很多人一样去挪威之前 我对他们没有太多的印象 对他最多的印象 可能就是台湾的鲑鱼吧 嗯 还有加上青鱼啊等等 然后顶多就是哇 什么一生一定要去看一次极光 然后看过极光的人会很幸福这样 那我当下我在 因为我那个挪威经济学院 他其实没有在北极圈 他离北极圈有一段距离 但因为这几年都是极光大爆发的事件 有一天晚上 我的同学 我在煮饭的时候 我同学就打电话来说 诶 你赶快出去 外面现在有极光 哇 我就走出了我的宿舍 然后去看紫色的极光 然后看到觉得好冷喔 就进来了 是不是 他这个会维持很久吗 呃其实 要看当天的 每天的不同的状况 然后会有APP 但其实就是变成 看 为什么挪威人他们会很幸福 因为极光是他们的日常 他们每年至少看一次 哈哈哈 对 就觉得哇天哪太幸福 好奢侈哦 那边的生活步骄是不是也很 很悠闲还是 对 就是我的 因为我在学校上课嘛 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就大家 通常正 礼拜五大概 你会怎么安排啊 呃 我们 其实我们学校很小 然后 大家每个礼拜 他们课很密集 他们八 八月到十月会 就密集的把课完 课上完 然后上完之后就会留十一到十二月 让你去考试 那 因为那个是挪威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我觉得他们学生很有趣 因为可能他们的福利制度也很好 所以他们学生除了很认真念书之外 他们也很积极的有各种社交活动 嗯 就要 像是什么 要申请上 像我有个邻居 他是就是 要申请上这间学校很困难 他已经是很认真念书的 但他同时是游泳国手 哦 他全挪威游泳第六块的 哇 这 你怎么可以 就那种高手都是同学中间 对 然后也有人是很爱玩的那些类型 或是他们平常就是 刚开学的时候 就是有各种无止境的party啊 之类的 你就会想说 而且 听说我们学校是特别爱party的学校 就会想哇 这些人又会念书又会玩 太有趣了 对 北极潜水也是因为挪威的关系 北极潜水是 其实是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金磊 他是台湾的海洋生态摄影师 嗯 然后当 他其实每年都会去那个北极去看 嗯 虎金 嗯 那我就想说那我都在挪威了 那我 我如果不去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 所以我就写了中山的奖学金计划 然后就决定跟他一起去做这些虎金的考察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做海洋商 三观的报道 对 所以就 然后台湾的赏金业啊 金屯其实也发展很久了 可是我们其实比较少去 我们大多数都还是从事水面上 船上的赏金行为 比较少去发展水下的赏金的这些活动 你是潜水下去看 嗯 金瑜 如果可以的话是潜水 但因为我当下太恐慌了 所以我只有浮潜在水面上 所以你的北极潜水是用浮潜的方式 对我是用浮潜 但是因为那个温度实在是太冷了 嗯 呃在我们去的时间是11月中 那他是在 大家如果去挪威会去看极光的话 会是在一个叫特罗姆色的城市 大家 他是在那个北 挪威北极圈里最大的城市 大家都会去那边 但因为我们要去看虎金 所以我们又到了 再远一点点的一个小岛 荒凉的小岛上 嗯 那每天出门看虎金就只要开船半个小时 哇 但是11月的时候 因为他们挪威进入北极圈嘛 会有慢慢进入永夜的情况 对 所以11月中大概从早上八九点天亮 然后下午两三点天黑 所以我们得要把握中间很精华的时间 大概就四五个小时 对四五个小时 哦 然后气温就是 我们刚去的时候蛮温暖的 四五度 然后中间呢 开始走路零下 嗯 那水温大概两三度这样 但所以水里比 即便穿了那个潜水的防寒衣 都还还是 很冷超冷 因为我们大多数去潜水穿的是湿式防寒衣 就是水会流进身体里 嗯 但我们为了要在比较寒冷的海域 去做潜水 我们穿的是一种叫干式防寒衣 那这个防寒衣呢 水进不去的 水进不去 那除了水进不去之外 我还在我的干式防寒衣里面 又再穿了一个像是羽绒衣的东西 是一整套的 那除了那个之外 我还又穿了两套的羊毛衣裤 然后我的袜子 还穿了四双羊毛袜 即使如此 对即使如此 它还是 那个寒衣 那个寒衣就会渗进你的那个脚里面 嗯 还是很冷 就是即便是浮浅都还是感受到那个 对 你没有下水 你坐在船 哦 因为我们 我们是要 呃 我们是要去考察这些 我要跟虎金共有 所以我们的船呢 是很小很简单 就像你看到可能一般的小快艇一样 嗯 所以没有任何遮风避雨的地方 就是暴露在这样自然的环境里 所以就很冷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海洋生态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刚刚在呃 就是遇到 嘉琳小莫 小莫的时候 他给了一本书海洋 台湾大南国土记史 大南国土记史 哇 这本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图文并茂 对 这个就是记录台湾的海洋生态 对 就是我把台湾各个可以相对比较搭肠潜水的海域 走了非常多遍去做这样的采访 那也跟各个地方专门长期在记录台湾海洋生态的摄影师合作 那由他们提供就是 或是我们会一起去采访 然后当下记录非常漂亮的照片 那因为现在气候变迁啊 或是海洋环境越来越恶化 但很感伤的是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看到里面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有可能都是这些海洋生态的遗照之类的 因为 以后就看不到了 可能对 环境可能越来越差 这些地方都去 就是你都是去过啦 在台湾的吗 对对对 然后我还有去很危险的一些潜点 对啊 你刚才有讲说什么危险潜点 对 为什么危险 是说那边有海洋 水流很强 像我有去滚水比 那台湾 它在绿岛的一个夹角外面 那那个呢 常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一些意外事故 如果 我们去那个地方潜水 就是你从水面上 你潜水的时候要立刻一跳就跳到 水底下34米的胶盘 抓住在那边等 或是然后散流 散到可以散流的地方 如果我从船上跳下来 我没有直接降落那个胶盘的话 我可能就流出去了 就顺着那个海流啊 它可能海流就把你带走了 那就要看教练有没有捡到你这样 那捡不回来就是 捡不回来就不知道了 对 所以就是在做这些采访的过程中 我也要训练自己有这样的 所以我才会去小琉球 就是上潜水长的课 或是实际到潜水店去实习 因为就让自己可以更适应在水里的生活状态 你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充满冒险性格的人吗 我没有 就像天下杂这些 我想说什么 你潜水第一次其实是带着有一点点害怕的吗 我始终都还是很害怕啊 我还在大刺巾的面前恐慌 嗯 对 但是就包括天下的报导的 呃我们的好朋友记者 雨洁问我的时候 其实我都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正常啊 呵呵呵 我都觉得我做的事情很平常啊 做的那个当下不知道怕啦 不是 我后来发现 是因为我都结交这些朋友 我刚不说我跟金屯摄影师一起去吗 那他的日常就是他除了去挪威之外 他去多明尼克他去哪里 都是做这样子的旅呃旅游体验跟记录 嗯 所以我想说我其实没有很不正常 我还算他们里面最菜鸟的了 所以我就想说我一直都就是很平凡 因为我是在那些奇怪的人里面的最平凡的一角 可是你家人不会担心你吗 嗯 有时候其实在事后跟他们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危险的潜水点啦 不然就是 去到一些比较有一些风险的地方 我不会跟他解释那个的风险 你会跟他讲多好玩多好玩 对 他会看到你很漂亮的照片 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 对 或像以前在那个出台风拆的时候 家人都是透过媒体 知道我们当下的状况这样子 嗯 所以会 他以前一开始我妈会担心 到后来他也知道就是管不住我 因为我就想要去做这些记录啊 或是 对 想要去做这些体验的延伸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对 叫我不要去 不过 因为是不是之前的做记者的训练 所以让你后来 包括刚刚前面提到 你在做计划的时候 其实就 反而 反而因为以前记者工作的经验累积 他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 因为就是我刚刚说我申请了中山大学 一个叫做 全球移动实践人才培育奖助金的这个项目 嗯 他需要写非常完整的你的计划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相信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 他们一定也都可以做到这些事 可是我自己走完这个计划的整个过程之后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像我们在做记者采访的时候 例如我们要去到一个全然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们应该会先看看 欸 台商能不能帮忙 对 当地有没有什么单位可以帮忙 哪些可用的资源 对 我们会先去找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发现 我也把这件事情用在我的写计划上面了 所以我的三个计划 像我虎金的计划 可能就跟金磊 他就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去永续旅游的论坛 也是跟台湾的一个协会一起去的 那他就会更熟悉这些人脉的铺陈 然后我还去了一次北极的渔村的交流 那也是跟在挪威的台湾人 他们的这些社群朋友一起去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有 对这些事件有一定的熟悉度之后 那我的计划跟他们一起 所以其实要没有做成功的几率相对会比较低 变动性相对比较低 那只是说可能预算上 我可能有些预算没有估好 那我就 欸我们就要自己调配嘛 你多花钱 这是预算的编列啦 对那你没编到你这边多出了 你是不是就要找别的地方 来补 对或是怎么样的运用 所以这些其实我发现就跟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像 所以我做完就刚做完仲山的结案的时候 老师们也说希望可以给同学们一些建议 因为的确在 如果只有在学校里的时候 你比较难去累积这些完整的脉络这样子 我发现你的这个 从原本在媒体 然后后来离开 然后做freelance 然后后来又去念书 然后呢周游各处 把研究所念成旅游研究所 可是我觉得很多才多姿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不怕挑战的 嗯 这种不怕挑战的性格 而且是一个随时会去应变 嗯 就是不然怎么办呢 就是遇到问题了 那那你就想办法解决 这好像就跟我们在做记者是一样 对 对啊 那如果想说不是记者的话 可能就 对我还没 还是说你本来就算是不做记者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个性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 为一开始 哦 应该说我不管念书 不是问老师好不好玩吗 对啊 然后会当记者也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工作 然后 所以应该我的核心理念就是 除了好玩 然后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就是好玩又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发现除了念书 我不喜欢念书 但可以把念书念得很好玩 好像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 所以现在有个好玩的人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今天邀请到旅游记者黄小默 那我觉得这个人生 常常讲说人生是自己的 你想要怎么活出一个属于你自己人生 大部分我们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 是我从你今天分享的故事里面 你自己的这个人生活得那么精彩 是你自己要的 而且你现在还在努力的实践 虽然说变化一直变嘛 正直 然后到freelance 然后现在又在一边念书一边玩 应该讲说玩很重要 而且我看到在报道里面 其实你有特别分享到说 很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是你自己在过日子 所以你必须要很开心 你要自己喜欢 你有分享到这个概念 对不然 欸临下的气温 然后去跳海 谁要做这种事啊 可是 我觉得可以看到虎金或大刺金在你面前 那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啊 所以可能 我在里面有提到很重要的是认识自己 就对你来说什么事情到底是重要的 例如说我觉得 这些可以去见 见学海洋这些东西 可以看到这些 我们原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大型生物 它们如何 我觉得能够 即使我在挪威在北极圈的时候 真的超恐慌的 恐慌到我会觉得快要不能呼吸那样 真的喔 对 但是我就会运用我可以曾经 我有去学潜水掌嘛 所以我就运用 我曾经学到一些相关知识来帮自己分析 我要怎么样克服我的恐慌 嗯 那我也就传讯息回来问我的教练们说 诶我会过度换气 不自觉的过度换气 我该怎么办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 厘清恐惧跟危险 例如说 我如果真的不穿那些干湿防禦衣 我没有去学这些技能就跳到寒冷的海里 那是危险的 对 但我知道我恐惧 但是我可以看看我怎么样去降低我的恐惧 或是克服我的恐惧 所以你讲的是说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一般人就遇到问题 可能就觉得很挫折 甚至说被问题打败了 嗯 你是会因为遇到问题 你反而 你也是会 会有挫折 会 可是你会找到方法去克服 对 我发现我的路径比较是这样 嗯 那 呃 其实我曾经也非常的纠结 例如说 我会很纠结 大家应该都要 哦 结婚生子过美好的人生啊 这一些的 可是好像慢慢的 离 诶 自己承认自己没有很想要过那些生活的时候 就 慢慢厘清 我想要走什么方向 然后去 呃 确认你 我到底困难的是什么 例如说 我现在可能要加强我的财务 财务理财这些管理 这样我才能够更省力 因为 你年纪越大 你的体力就会越不好 嗯 所以 做一些财务规划 对对对 然后 所以你要厘清 对我来说我的问题是什么 那有些人可能是从踏出第一步 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对 那我的话好像 踏出去这件事情不是困难 然后留下来才是比较困难 而且我从你的分享 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因为 你会看的很多 你会看的很多 很多 我们大部分都可能从媒体上面 嗯 你说看那种大自然的记事啊 然后看discovery啊 动物星球啊 我们看到是电视上面 荧幕上面的这些生物 你是活生生的看着这些东西 但因为看的多 所以你的很多的观念很不一样 你的包容力会比较强是这样哦 有 但是我觉得都还要持续在训练 因为当我们回来台湾 台湾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然后台湾的媒体很多 他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怎样 不应该怎样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我就发现我在挪威生活的时候 没有那么不开心 因为挪威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媒体的这些 资讯会一直进来 然后 会去影响你 对 然后生活其实就相对比较单纯 所以你就会慢慢 哎 我好像也还蛮喜欢那样的生活 那就会再过滤掉一些生活中 可能会影响我 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东西 所以 认识自己这一环 我觉得不管是从这十几年来 都一直在走这个过程 你越认识自己 你就会知道自己 想要过什么 或想做什么 或像 像我去南非这件事 我也只是一开始说 我想要去非洲 但我不知道原来约翰尼斯堡 这么危险 我是要去约翰尼斯堡 有我有听说 然后就突然 但是都已经得去了 已经申请要去了 对 所以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看怎么办 就认识当地的朋友 然后 或是去把头发剪短 让这个性别的这个 影响少一点点 那或是 知道学校里面比较安全 那就大多数时间 因为我也需要练习英文 学习英文嘛 那你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是说尽量不要一个人 对对 我晚上五点六点就会回家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 但我现在就会 自保之道 对 你会先把所有的 需要知道的 讯息 资讯 资源先找齐 对 然后再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 然后更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在挪威的时候 我每天都出去啊 我晚上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我今天是去南非 状况就是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从今天 小莫的分享 我觉得 刚刚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 有一句话 我们也常听到 就机会永远是 留给准备好的人 我觉得你在 完成你的梦想之前 其实你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只是很多人没有看到 而且你也是一个随遇而安 就是遇到问题 我就想办法 找到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要祝福小莫 接下来到南非 希望你下次 把南非的经验 回来 然后再邀请你上节目 来跟我们分享 在南非你看到了 所见所闻 一定很精彩 谢谢小莫今天分享 也请大家锁定 等一下下个小时的 POP大国民 谢谢小莫 谢谢